记者蔡张胜新竹报道,无禁八旬老翁日前与妻子搭乘台铁区间列车时,一应列车长查票时发生口角,竟趁列车长转身时,涉嫌乃于伞统列车长屁眼,还以双手比划出一个大的动作。 事后老翁虽坚称于伞是不小心碰到,但新竹检方依然认定有性骚扰之嫌,全案提起公诉。 检警调查,无禁老翁1月5日上午与妻子搭乘台铁区间笔系劳轮S站与湖口站监时,一应与列车长查票时发生口角,竟趁L转身对其他统租劳姑撇H,以手持于伞出骚须之意,建议达到性骚扰目的。 列车长当场质问吴南你刚刚弄我屁股,是N一死,吴南竟双手比划出一个大的动作。 检方认为,吴南显然主观上基于性骚扰犯意,趁列车长熬谷土碰臀部影子部位。 由于被害列车长感觉身体遭侵犯及受入,立即通报台铁湖口站处查获。 无禁老文含冤说,于伞是不小心碰到列车长的屁股,他年纪这么大了,怎么可能去性骚扰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? 至于他双手比划出一个大的动作,其实是要说我不是故意的。 然而检方当庭播放爱话归有狭雄回偶的控词,认定无难所为,已经触犯性骚扰防治法第25条 第一项知性骚扰罪嫌,因此将无性老翁起诉并申请简易探决。 该法规定意图性骚扰,成人熬孤土人觉H1,拥抱或触摸其臀部、胸部或其他身体影子处之辟情乌二运略性欲教踏14。 幸处吃货并科兴台币十万元以下罚梗。